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生啊 我岁数也大了 将来这些东西啊 都是你的 是 是 是 您这屋 东西越来越多了 慢点 慢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什么哪 那个 我 我帮您拿那个 你帮什么呀 小子 我算明白了 今天你假情假意回来 想把我灌醉了 从我这儿再偷点东西 是不是 不不不 我 我这怎么是偷呢 我这 我是帮人拿 您帮谁拿 您 您不能拿人东西 不还给人家呀 我拿谁东西了 不是 就是人 葛太太那个御龙配 人 人配这东西 都快跟人老公离婚了 您不能骗人东西 我骗谁了 爸爸 您不能这 我是拿东西跟他换的 他后悔了 跟我没关系 不是不是 爸爸 您听我说您 人家老葛 这把他当命根子了都已经 人家老葛说了 只要是能把御龙配换回去 他那儿的御 您随便挑两件 我跟您说爸爸 他那儿的御我都见过 每一件都值好几百万 上千万 真的 畜生 你原来又是为钱呀 我没你这儿子 不是 你给我滚 我 我 你给我滚 你滚 您不能不吵自私啊 我自私 怎么又吵 我知道有第一回 就有第二回 你给我滚 我告诉你 我就是死了 我都不想见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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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走吧 儿子 我这东西 我给了国家 我也不给你 你这怎么办 你越活越活不明白了 儿子 不是 这 你爸就这脾气 你干嘛呀 这 这东西不是他的呀 你走吧 走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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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进去吧 您进去吧 我走了 我跟你说 这东西早晚我搞回来 有完没完啦 有完没完啦 黄先生 您别这么称呼我 我担当不起 您就叫我老夏就行了 来来来 喝茶 好 谢谢你 夏老啊 怎么担当不起啊 您的东西我也看了 古人说小隐隐于林 大隐隐于氏 您就是那隐于氏的大人 不敢当 真不敢当啊 夏老 您太谦虚了 您这儿的东西可都是 难得一见的真品哪 特别是在眼下呀 黄先生 我 我就不客气 看看 您看 您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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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吗 这匣子是后配的 对 冤配的匣子在我那儿 怎么说您曾经收藏过这套侧业 是 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 当年我为了收东西 搞在家里吃不上喝不上 我老婆一生气背着我 就把这十二侧业给卖了 当时急得我呀 真想跳河自杀呀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念念不我 我一直在找他 没想到今天我在您这儿看见他 黄先生 我的东西您也看过了 不知您有没有看上眼喜欢的呀 我从来不惦记别人的东西 是是是 您是大常家 有君子风范 不夺人之美 可是 我看上您的东西了 可是夏先生 我跟你说实话 这套侧业也是我的心爱之物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真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要是那样 我将来就是到了九千之下 也没脸见我师父 老夏 你是十四仅 老夏 他们一尝 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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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人之美吗 是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说 您把那面方龙凤壁 云给我 侧业您拿走 我谢谢您了 您真是君子风范 我 我谢谢您 我谢谢您 您说那方龙凤壁 龙凤壁 您可以慢慢考虑 我不着急 您好 感谢观看 真能换来龙峰臂 在此之前 我还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 现在看来是板上钉钉了 你是正言吧 葛先生 请上车 我有话跟你说 我必须拿回我的玉龙胚 你可以从我那里随便挑两件东西 葛先生 玉龙胚的价值我心里有数 您要拿您那儿的两件东西来换 图什么 拿不回龙胚 我对不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 什么 你有所不知 玉龙胚是我葛家的传家之宝 本来是一辞一雄 雄的是龙胚在我父亲的手里 辞的是奉胚 由我母亲保管 这也是他们爱情和婚姻的象征 49年 我们全家准备转移台湾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中途当中 我父亲跟我的母亲失散 从此以后 龙凤相隔天涯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 一再叮嘱我 一定要找到我的母亲 与她合葬 我一生的夙愿 就是要找到我的母亲 使龙凤相聚 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我回到大陆以后 找遍了所有的线索 不但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现在把龙胚也丢失了 以后在九泉之下 我有何脸面 去面对我的父母 你说 我应不应该拿回我的玉龙胚 郭先生 我告诉您件事 什么事 您不用找了 玉凤胚也在我那个旁边 什么 玉凤胚 我拿到这块玉龙胚 就是为了和她那块玉凤胚 配成一对 但是 要从我这个朋友这儿 把这龙凤胚拿出来不太容易 但是您放心 我帮您办这事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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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喂 是黄先生家吗 对 黄厉德先生 好好好 是黄厉德黄先生吗 我是老夏呀 龙凤佩归您了 您说这东西咱还能留吗 您要这么说呀 这东西我还真不能要了 您要是这么想就对了 我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过 你他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过 你这个老天 怎么哭 您算太长了 你怎么喝了 您还没想过 你还没想过 你还没想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对得起自个儿的良心 我又不知道 你们是否습场 想把这个工作的都说 相信对吗 biliyor你 我 打电话 我现在想打电话 我只是想打电话 然后我聆小说 我现在怎么办 就跟我说 夏先生 东西我给您拿来了 黄先生 您 您来得真快 我 怎么了 什么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说 这东西根本就不值什么钱是吧 对 但是对于葛家的意义 却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 好啊 这东西你已经拿到手了 还给任孙丽飞吧 那当然 我从他那儿拿的 一定得还给他 但是那个女人 我确实是不想再见了 麻烦你 帮我去还给他 你这算是好意吧 葛先生一急啊 就要和他妻子离婚 您说 我 我不能因为这龙凤壁 而让人家家破人亡吧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您说 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咱能不还给人家 夏先生 你做得对 像您这样鼓道热肠 在咱们这一行里 很少见啊 黄先生 我没您说的那么高尚 正言把这龙凤佩一拿走 就跟摘了我的心肝似的呀 说实话 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 黄先生 最对不住的就是您呢 让您这么白跑一趟 不不不不不 我黄某不虚此行 我向您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要不这么着吧 黄先生 我这屋里的东西 只要您有看上的 随便拿 我绝无二话 您客气了 夏先生 您能把你盼望 三十年的龙凤佩割爱 我还有什么不能释手的呢 这套侧业 您收下吧 这不太合适吧 这东西本来就属于你的 后来流转到了我的手上 也是咱们有缘分 夏先生 这套侧业对你来说非同一半 你收下吧 这 这 这怎么信啊 夏先生 区区剥离 何足挂齿啊 我黄某我有一个心跳 人比股丸更重要 朋友高于一切 黄先生 我 我也谢谢您 你别客气 别客气 夏先生 好好好 葛先生您好 请坐 对了 赵先生 这东西 我给您拿回来了 谢谢您 请坐 我来 我给你é 我给你带我 我给你了 我给你带我 我给你带我 你冷靠我 我给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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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 我就能带你 带我 你震我 我给你带我 你习惯拿我 我给你做 我给你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到你这儿了 是这样的 那个人吧 他也是我的朋友 不瞒您说吧 正言就指着这东西大正一笔 他还真没打算把它还给您 是后来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 我觉得这钱不能挣 我就去找过那朋友 去做他工作去了 反正好不容易才把它给说服了 这不就给您拿回来了吗 谢谢你 也谢谢你那位朋友啊 不过 我想麻烦你 给我引荐一下 我想当面重些的 他这个人做事很低调 他也不愿意见人 见便就算了吧 但是他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 什么话 他说您的母亲当年是在青海去世的 墓地的地址也在这个盒子里 在盒子里边 对 麻烦你把眼镜递给我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的事故牵回原籍 对 您简直太孝顺 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努力 葛先生您让我敬佩 海生啊 我太谢谢你们了 也谢谢你的朋友 你可以回家了 这盐把东西送回来了吗 嗯 东西我已经送回到你们家去了 你先生也 你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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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去我们家一趟 有东西给你看啊 嗯 干嘛呀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已经把人东西还给老狗了 人给了两 Ham 这个谢谢 什么训练 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钱有仇啊 这东西要是卖了钱 那也应该是你爸的 你少来 你甭跟我提他 这件事跟老家伙没关系 好吗 他不要那是他的事 我不能不要 他欠我的太多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他欠我的 你怎么办 跟丢了活儿似的 没有 没事 没有 没事 那个唐总找你呢 是吗 正好我找他也是 还可以 江老板 您就少来这套了 什么意思啊 您 什么意思 您当您这是在地摊上逃货呢是怎么着啊 越看好的东西就越往破了数啊 你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吧 跟我这儿成心捧着 你不就是想压价吗 谁不知道啊 海生啊 葛振邦的东西 渐渐都是精品 这你知道 是吧 这两件 要是极品中的极品 您嫌贵啊 得嘞 我找不嫌贵的去 来来来 请吧 行 别别别 吃吃 这两件东西都给我了 就按你说的嫁走 这回成了吧 你痛快点不就完了吗 真的 老葛真的答应要上两件 海生帮葛家找回了祖传的龙凤派 他才破了力 愿意拿两件东西给咱们上派 好好好 能征集到葛家的东西 就能让我们这次军派的玉器专场 上一个档次 这成交额呢也不会少 少说也得有千万 这都是海生的功劳 海生干得不错 值得鼓励啊 是吧 不错了啊 好 不错了啊 喂 海生啊 怎么着 我已经跟唐总说了 把那两样东西拿到公司上派 唐总听了特高兴 说能让咱们的玉器专场 上一个档次 那两块玉器收好了啊 明天拿到公司来 提成算你的 是吧 也不高兴啊 喂 海生 亲没听见我说啊 喂 喂 海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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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是你做得不对的 甭跟我讲大道理 这不是大道理 我还是那句话 不该拿的不能拿 你想当正人君子 我没拦过你吧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啊你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 你嫌少是不是 行 我再让你一程 咱俩六四开 你拿六我拿四 你满意了吧 我不想 我四大道理 你干嘛 我那是几个笔的 你当你的人的证明 你不想说 我带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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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夏海生同志 是 你这是发什么神经呢 这 你瞧你笑的 又憋什么话也有 行啊 刚红了就耍大牌啊 不是 谁耍大牌啊 你这说谁呢 你啊 夏大腕啊 你现在可是咱们公司第一大牌 你挤得我干嘛呀 你这逗 我说真的呢 老唐夸了你一上午了 真是的 老唐能夸我啊 当然了 老葛这么难啃那块脖头硬上你啃下来了 他夸你什么 年轻有为 反正都是过年的话 是吗 特 特虚伪不他 你跟你爸不是水火不容吗 龙凤是怎么拿过来的 偷的 说什么呢 谁偷啊 你真逗 谁跟你说的我偷的呀 整年说什么的 他说什么呀 整个就是一门葫芦 情况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我爸那才是真正的硬骨头 我啃他是倒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呢 他倒还算是通情达理 反正最后我是摆道理 讲事实 他乖乖地给我吐出来了 你说这两件语气少说都得几千万 这光拿提成了啊 年轻人 这我就得说说你了啊 不要总是把金钱挂在嘴边 一定要藏在心里 给公司发展一个大客户 才是硬道理 好吗 行行行 别得瑟了 他不知道你 马上请客啊 行行行 请 请 使劲请 我给真言打电话